台中有一名計程車司機 他在客之後跑到偏僻的地點 準備要試槍 但是巡邏警察剛好經過 發現這輛計程車停在郊外 相當的可疑 所以上前盤查 但一把槍就突然從門縫裡掉了出來 把警察嚇了一大跳 也趕快鶴令駕駛不可以動 把人帶回派出所 包郊野外 這輛小黃停在路邊 遠景直覺可疑上前盤查 沒想到問蔣一開門後 整副槍套掉出來 同事有沒有 腳現在踩住槍套 他非常驚訝說奇怪 這個為什麼會有槍套 遠景嚇了一跳 用腳一把踩住槍套 再通知同事警戒 彎下腰撿起槍枝 現場氣氛凝結 警方這一艘不得了 除了一把槍 後車廂裡還找到了30發子彈 這台計程車仿佛像行動軍火庫 刑犯表示他喜歡那個 試射這個改造手槍 他是興趣 沒有有什麼用途嗎 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其他步伐 問蔣說改造的槍彈 是在網路上購買的 他原本想到郊外試槍 結果被逮 載客還帶槍 是試槍嗎 還是預謀犯案 都對乘客生命安全嚴重威脅 還好原警找一步查獲 有金無限 只是這起計程車司機 隨身帶槍案 曝露出計程車的管理問題 相關單位該加強管理 才不會讓計程車成為犯罪的 不定時炸彈 民視新聞喬祖裕 台中報導